這個也可以連資料 也可以抓資料 那為什麼要做兩次?我不解 所以後來我就把這個東西 上面的部分給刪掉 因為它做兩次 我就把這個刪掉 Delete掉 OK 然後呢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連資料庫 第三步的話呢就是什麼? AutoFits 就是自動調整欄寬 我好像多一個動作 把一個刪掉 取消篩選 所以呢我把它做完之後 這是舊的 改完之後就在這裡 一 做什麼? 二 從資料庫 匯入資料 那我講過 因為有兩段 其實它做的事都一樣 所以我怎麼樣? 乾脆就把第一段刪掉 留第二段就好了 它會用這個ListObject 所以其實關鍵就是它 其實怎麼去連線 怎麼抓資料 通通靠它 ListObject 顧名思義 它是一個處理ListObject 清單的一個物件 其實應該不只是清單 應該是指資料 我覺得要資料表物件 可能會翻譯會比較精確一些些 然後呢 再來就是怎麼樣? 往下跑 它這一段就是去抓資料 所以從這邊到這邊去抓資料 那這邊有兩個比較重要的 其他也許你可能比較不用注意的 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這個錄完的兩個東西 第一個 它的路徑來源 就是它資料庫放哪裡? 那基本上它的資料庫呢 放在這邊 有沒有? 那如果說將來 這個寫法 第一冒號斜線 哪個目錄底下 有沒有? 哪些目錄底下的哪個檔案 那這個寫法是寫絕對的 所謂絕對就是說呢 這個路徑 如果你將來把 這個Excel跟Access 搬到別的地方去的話 那 完蛋了 不行了 為什麼? 它路徑改了 也就是說 如果將來 你希望 假如說 你這兩個檔案 給別人的時候 別人也可以 去過 可以做的話 那你勢必你要把 絕對路徑 改成 所謂的 相對路徑 那所謂相對路徑 跟那個以前 設計網頁很像嘛 網頁的那個圖啊 你不能寫成絕對 不然這一台電腦 可以換一台就不行了 類似有這種概念 那就必須在這邊 做一個修改 把它改成什麼? 所謂的相對路徑 所謂相對路徑呢 就是要知道說 你現在所處的 這個資料夾是哪一個 那個資料夾 裡面的這個檔案就好了 修改方法等一下來講好了 所以你們第一步啦 這個重點在這裡 其他的我想 什麼驅動程式那些啦 你暫時看不懂沒關係 你可以略過 因為那個東西 你錄下來差不多 那只是它會針對是SS還是以Sale 還是其他資料顧 它會給不同的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第二個重點在哪裡? 就是在這個 這邊喔 這個有沒有 剛剛我們不是有錄 寫下C口語法嗎? 那其實為什麼要把它改成Sale 因為以後你只要改動這裡 你要做 比如說你要做什麼 下一些參數 什麼參數 比如說你要查業務的關鍵字好了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Sale 稍微改動一下 因為如果你Sale 所有from 什麼問題005好了 後面加個子句 叫會有 會有哪個欄位 比如說會有業務 like 用like like就是 你裡面呢 有沒有什麼關鍵字 如果是like 然後單引號 夾住 因為在Sale Sale 裡面呢 不用雙引號 而是用單引號 表示自創 單引號夾住 中間放一個小咪好了 這個時候回來的 就不是全部的 而是只會把小咪 那個資料 全部抓回來 OK 那這個時候你